美国普通工薪阶层退休后每个月能领多少退休金 够不够生活开销呢 美国老人的退休生活究竟是怎样的 跟我们国内有什么区别 大家好 我是生活在美国德州的敦敦妈妈 很多网友不止一次的问我 关于美国老人退休生活之类的问题 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美国的养老金主要是由 摄氨金401K 还有年金三部分组成 举个例子 在美国普通人的年薪大概为五六万美元一年 那么退休后的摄氨金那个部分呢 就每月可以领大概一千多美元 然后再加上401K和其他算在一起 退休金总共大概是你目前收入的百分之六七十 如果年薪按五万美元来算的话 那么普通人退休后 也就是每月大概三千多块的样子吧 在美国做家庭主妇也是有退休金的 但不会很多 像我到了退休年纪 如果是62岁 我可以拿我老公试安金的70%到80% 如果是67岁在退休 那我可以拿到我老公试安金的百分之百 这就是普通人的退休金 除了退休金之外呢 如果没有其他的收入 就比如理财呀股票呀存款之类的 那么退休后一个月真的就是三四千美元 在美国显然是不够基本开销的 所以会有很多老人在退休后选择继续工作 我在美国看到很多次年纪挺大了 还在沃尔玛做小事工 用这样的方式来维持自己的基本生活 另外一部分老人为了保障自己的老年生活的品质 则会把大房子卖掉 换成小房子 挣余的钱呢 来满足自己年轻时候的梦想 例如有些人会买豪车呀 有些人会买游艇 房车 去坐游轮 或者去到处旅游 环游世界 在美国你路上看到那些开豪车呀 敞篷跑车 还有哈雷这些 基本都是老人 很少美国的年轻人会拥有这些的 在美国呢 没有养儿防老这个概念 很多人并不靠子女养老 能动的时候呢 就靠自己 不能动的时候呢 就去养老院 也可以理解为 在美国父母跟孩子都是独立的个体 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依赖 或者说是亲情关系吧 没有我们中国人那么浓厚 跟我们的传统观念真的不一样的 美国人会认为把孩子养到18岁 完成任务就可以了 甚至呢 美国有很多的大学生 都背有学生贷款 美国的大学学费 可以说真的非常贵的 读一个就算比较便宜的大学 一年各种开销吧 加在一起 少说也有四五万美元 贵的学校 那光学费都不止四五万了 还有各种生活开销啊什么的 很多父母就算有能力 也不愿意为子女拿出这笔钱 孩子自己背贷款读书 在美国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都是等孩子以后工作了 自己慢慢还 孩子以后成家了呢 经济上有困难 有些父母会稍微帮一帮 但在美国 这并不是父母的责任 包括子女结婚生完了 父母也是偶尔可以帮你带一下没问题 想把自己的孩子扔给父母长年照顾 你想都不要想 美国老人会认为那是孩子自己的事情 而在我们中国感觉所有的老人 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孩子 任何事都是要先为孩子考虑 哪怕是条件比较好的家庭 自己过得依然很节约 希望把积攒的财富留给孩子 孙子 让他们少奋斗几年 不但自己的财富是孩子的 连自己的时间也可以是孩子的 中国老人常年带孙子孙女 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吧 他们觉得那是自己的义务 我们中国人有很多都是 爷爷奶奶 姥姥姥爷带大的 这种现象在美国人眼中 就可以说是很不可思议了 再有的区别就是 中国老人生活虽然比较节俭 花钱不多 文化娱乐活动呢 都很丰富多彩 我们国内各大城市的 那些大大小小的公园 随处可以见到一群一群快乐的老人 他们唱唱歌跳跳舞 自己编排一些文艺活动 包括我的父母也是 每天都要去公园打卡 或者唱唱跳跳的老年生活 他们觉得很充实 而美国老人的生活呢 相对就比较枯燥单调 像我租的这个小区 因为是连排屋 比独栋呢要便宜 基本上居住的都是老人 应该也都是为了养老 节省开销 卖掉了之前的大房子 换成现在这样的 他们平时主要就是待在家里 偶尔才出来小区 遛遛狗 散散步之类的 也没见过哪个老人 天天带着孙子孙女 如果是老夫老妻都还在 那还好 如果只剩下一个独居老人 我觉得真的还是挺可怜的 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美国人应该习惯了这种安静的生活 中国老人肯定不会喜欢 要说哪种退休生活好呢 我觉得自己喜欢就好 一方面呢 我希望我的父母不要太传统观念 要多为自己考虑 别种小的什么都留给孩子 平时就应该该花就花 都一把年纪了还省的啥 另外一方面呢 我希望我自己不能太美国老人那样 反正我不会让我的孩子被贷款去读书 我也过不了美国老人安静的生活 我跟我老公是一致同意 我们准备退休了 拿着美国的养老金 到我们国内去过丰富多彩的老人生活去 中国人还是喜欢热热闹闹 有人气的环境 等你们老了之后 想要怎样的老年生活呢 可以在评论区里告诉我 我们一起来聊聊吧